大家好,我是妮阿凡 终于我出现了 我刚下课,然后现在在学校里面 让你们看一下我们的学校 上次的影片,我朋友跟我说 我的声音跟平常讲话完全不一样 但是我觉得,现在是平常讲话的声音 所以我觉得没有差很多吧 应该吧 然后今天我要跟你们分享一个故事 那个故事是我刚来台湾遇到 我觉得蛮好笑的 是为我跟任何台湾朋友讲 然后他们就觉得很好笑 不是我自己觉得很好笑 很多台湾人问我说 我来台湾之前有在越南学过中文吗? 就是没有 没有 我来台湾之后 学了一年半的中文 然后开始读大学 所以刚开始 刚来 刚开始就在那个 华语中心 去读中文 那时候我们的班上没有台湾人 然后都是外国人 但是只有我是越南人 所以没有机会可以认识台湾朋友 对我来说,要把一个语言学好 一定要跟当地人多讲话聊天 才可以赶快进步 后来我想到一个方式 就是看电影 台湾的电影蛮不错的 所以我问老师说 你有什么好看的电影可以介绍给我吗? 老师看着我一下 然后他跟我讲 你知道什么电影吗? 那部叫听说 那你们有看过那部电影吗? 如果有看的话 你就会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很好笑 如果没有看过的话 去看吧 因为蛮好看的 但是为什么好笑呢? 因为那部电影 文绝没有讲中文 对 那部电影是比修语跟具体 语言的 所以几乎没有对话 最后有一点点对话 但是那些都用台语 不是国语 我看完那部电影真的 我看完那部电影真的 老师 你太坏了吧 为什么介绍给我 一部电影完全没有 中文 反正 那位老师我觉得非常好 因为他叫法非常厉害 然后 所以 才有现在的我 我非常喜欢那位老师 到现在没有跟他联络了 但是还会记得那个故事 因为 真的 那时候我看完 我觉得 哇哦 好厉害 对啊 那个是 我觉得很好笑 然后 吧哟